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学习这款小婴儿鞋的勾法 这个鞋子非常小啊,适合0到3个月的宝宝穿 我用的这个线呢是五股牛奶棉,3.0毫米的勾针 这款也是比较暖和的啊,非常的厚 底部上个视频我就已经交给大家了 还不会的姐妹呢,就自己去看一下 我们就从斜根开始找到最中间的一针 你们自己看一下,找到最中间的 这样入针,挑半根线啊,不要挑这样的整个针目 只挑半根线,然后把你需要换的这个颜色换过来 锁三针,这三针相当于一个长针 接着绕线,我们这两针呢要把它合并为一针 先剪掉一针这样子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再绕线,下一个针目也是未完成的长针 勾针上三个线圈,绕线一次性带过来 这样就剪掉一针了 接下来我们往着这个边缘 对应的每一针都勾长针,一直勾到最后还剩两针 对应每一个针目,挑后半针勾长针啊 把短的线头给它压在里面 好,就这样,不加不减勾长针 第一圈勾到最后还剩两针 这两针都是勾未完成的长针 绕线,下一个针目 勾针上三个线圈,绕线一次性带过来 然后我们在最开始这里剪掉一针的这个上面这个针目啊 勾一个引拔 好,这样第一圈完成了 接着勾第二圈 先勾三个变质针 然后绕线 我们第一针这里呢,先勾一个外勾长针 大家看,直接挑剪针的这两个针目 这样子 把线勾出来 勾一个外勾长针 下一个长针的针目呢 勾一个内勾长针 勾针从里面穿到外面 然后再这样往左边 这个洞里穿过去 再把线勾出来 勾一个内勾长针 绕线 下一针呢,就勾外勾长针啊 勾针从外面往里这样入针 再穿到左边 把线勾出来 把线勾出来 勾一个外勾长针 下一个针目 先在这里做一下记号 好,我这里勾到加针对应上面的这个针目了啊 接下来开始勾一个简针 就是长针的简针 我们挑整个针目 我们挑整个针目正常的长针针啊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绕线 下一个针目 未完成的长针 三个线圈一起带线 就剪掉一针了 绕线 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长针 这样是一组 这样是一组 我们要勾七组啊 再给大家演示一次 绕线 先勾一个简针 然后绕线 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长针 都是在长针的针目上面勾 好 已经勾了两组了 还剩下五组 大家一直给它勾到对面这里 也是到最后一组加针的上面 勾完第七组 剪完针之后 旁边还有一个长针啊 我们就勾到下一针了 接下来 还是跟对面这里一样的 一个外勾长针 先勾一个外勾 然后绕线 下一个针目 内勾 再绕线 外勾 绕线 内勾 都是挑这个长针的柱子啊 好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一直给它勾完 第二圈勾到最后 我这里呢 是一个外勾长针啊 接下来和第一个 外勾长针的针目 引拔 现在来勾第三圈 先立三个变质针 外勾的 还是勾外勾 内勾的勾内勾啊 就重复 这个方法呢 勾到 大家勾到 简针的这个地方来 简针的我们就不用去管它直接跳过 到下一个长针这里 勾一个外勾长针 跳过简针的地方 到长针这里 勾外勾长针 绕线 还是一样的啊 简针的这个地方不用管它 直接跳到 勾一个长针的这个地方 勾外勾长针 我们总共要勾七个 因为上一圈我们勾了七组啊 所以这一圈就要勾七个这样的外勾长针 好 七个外勾长针都勾完之后 接下来 对应的还是一样的 外勾的勾外勾 内勾的勾内勾啊 我们最后这里是一个外勾 三个变质针绕线 还是不加不减 外的勾外勾 内的就勾内勾啊 又勾到我们剪针的这个地方来 好 不加不剪 又勾到斜头这边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剪针啊 现在呢 是要勾三针并一针 绕线 外勾长针的这个针目 先勾一个 未完成的长针 绕线 下一个针目 挑它的针目啊 第二个 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第三个 现在勾针上四个线圈 我们绕线 一次性给它带过来 接着还有一组 绕线 下一个针目 未完成长针 也要勾三针啊 好 带线过来 勾两组的剪针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到这个地方 外勾的 上面还是勾外勾 这一针已经勾过了啊 到这个地方 勾一个 外勾长针 还是外勾长针 内勾 勾内勾了 又是对应的 不加不减 第四圈勾完之后 大家看 这个鞋子的形状就出来了 接下来 还要勾第五圈 最后一圈啊 我们先和第一针 勾一个引拔 接下来在对应的 每一个针目上面 都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 每一针都是 勾引拔针啊 一圈的引拔针勾完之后 到最后这一针 断线 稍微留点线头 把这个线给它拉出来 接下来穿上缝合针 我们和第一针 做一个隐形的连接啊 中间空一条一针 这个隐形的连接呢 大家自己去完成吧 之前我都有讲过了啊 这样呢 整个鞋面就勾好了 接下来 我们勾它上面的这个鞋带 用底部的这个颜色来勾啊 首先勾十个变子针 十个变子针勾好了 我们捏住第十针 往上面再加三个变子针 作为长针的起立针啊 绕线 回到捏住的这一针 勾一个长针 绕线 接下来一一对应的 每一个针目 都勾一个长针 最后一个长针勾完了 我们勾五个变子针 二三四五 然后在同一个针目 就是在对面的这个变子针 这根线啊 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 对应的每一个针目 都勾一个短针 这个地方已经勾了 就不用去勾了 到下一个针目 勾短针 把这个线头压在里面 不加不减 给它勾到前面去 短针勾到最前面的这一针了 接着五个变子针 三四五 我们就在这个长针的针目上面 直接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就是一一对应的 把这边的短针给它勾完 好 勾到最后一个长针 我们在这个针目 引拔 断线 留一点点线头 然后呢 把线头藏在织物的背面啊 大家可以穿上这个缝合针 把这个线头隐藏一下 这个鞋带勾好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这个鞋子两边缝上扣着 直接给它这样扣上去 大家可以先去对比一下宝宝的脚 有些宝宝呢 脚是比较胖的啊 所以呢 这个缝的位置也是不一样 你们对比一下 能让它固定就可以了 这款小鞋子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这个颜色的搭配呢 我也是很随意的啊 你们按照自己喜欢的那个颜色去勾 然后这种小婴儿鞋呢 不需要分左右角的 就这样 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